文學千古事,得失我心知, 蕭若元和李細說,新高中中國語文。 譬如這句一開篇就是這樣, 君子讓,學不可以矣, 君子是講,學是不可以 原的,學是不可以停止的, 做人就要不停地學, 因為你學到一些新的東西,你就會比以前厲害, 這個又開了一種新的思想, 如果學是站在前人的肩膊上, 因為別人積累了學問,後人是否勝過前人, 所以這個先有他的徒弟李斯韓菲, 不可以用先王的東西來規範後王, 要以當前的學問為主,以利為師, 不可以每次講先人聖人是怎樣, 因為學是累積的,學不可以異議, 你繼續在學,別人已經寫了學問, 你看他上面加上去,他在第二段全部講這件事, 你應該比前人厲害, 所以這個時代是進步的,莊子講這套, 不是復古的,所以有李斯韓菲的講法, 後面那些是兩大例子, 為什麼學完之後會比以前好, 後的好過前的,後王好過先王, 清取之於藍,而清於藍, 冰水為之,而寒於水, 第一,這兩個例子就是這樣, 定清的顏色,這個染料, 是採紙一種藍色的草, 是採紙一種藍色的草, 以前的人的染料,通常都是用植物染料, 很少用礦物染料,化學染料,用草, 塞了一些汁,曬乾了它,做了一種清的染料, 而這種清的染料,那種清色的純水, 比它在藍草的時候好看,所以這個清字可以加一個草, 有人說這個是精字,有人加一個草花頭, 是清字,它是, 那種純水法,那種靚法, 是比在藍草的時候更加漂亮, 是藍草出來的, 學問就是你學了以前的東西,推進了一步,你就比以前好, 由藍草產生了定清的染料出來, 它染出來的顏色,就比在藍草的時候漂亮, 清取之於藍,而清於藍, 冰水為之,而寒於水, 冰是由水變成的,但它就凍過水, 後面因為學到回來, 脫自前面,但就是比前面好, 所以我們要學, 好,接著它講第二件事, 而一學了, 就回不了頭,所以一開始學, 就很重要,學錯了, 就很慘,是沒有得搬, 它後面就講這個理論, 木直中性, 一條木,天生出來, 和你用一條繩去彈, 彈一條墨, 一樣那麼直, 有一條木, 它直到用繩去彈, 都不覺得它是直的, 好了,這個人生出來是這樣, 於是你就去搞它, 就是你教育,後天的教育, 是怎麼樣呢, 猶以為論, 猶以為論, 將它屈一條直的木, 變成一個車輪, 這個就是你出生之後, 學習的過程, 一條直的木, 你因為受到後天的教育, 你將它屈一屈, 屈一屈,變成一個車輪, 旗曲重規, 彎到用一個圓規來畫,都對的, 屈一圈圓圓, 好了, 變成一個圓形的車輪, 這條木是怎樣呢, 雖有稿布, 不浮亭者, 有史之言也, 你然後就用火去焗它, 用太陽去曬它,稿是用火去焗它, 布是用太陽去曬它, 想搞直它, 不浮亭者, 你沒辦法搞直它, 有史之言也, 因為你最初冤枉它, 當然, 這些說話說出來很聽, 但當然沒有科學精神, 因為這個, 其實簡單來說, 我們有些叫做 Ireversible Process, 即是這個不能夠翻轉頭, 即是你把米煮成飯, 你是不是不能曬乾它變成米, 就因為有一個Ireversible Chemical Process在裡面, 即是不可回憶轉頭的, 有些是, 因為那些東西被你咬完之後, 已經是咬到那些組織不同, 當然不是這樣說, 孫子的時候他這樣說, 似乎很有道理, 即是說,一件事你後天的學習扭轉了之後, 你再扭轉頭, 就很難, 故木壽性則直, 一開始, 我們要用正確的態度去對付人性, 我們一定要用正確的教育, 木壽性則直, 一開始你就彈一個聖脈,然後戒齊它, 他就直, 所以學這麼重要, 你就是要做一個直的木, 就要由第一日開始, 循正確的方法去進行, 金就勵則離, 金,你要他離, 要在石頭上磨, 磨到它離, 粗者若膩, 底細者若膩, 其實都是兩種石,底膩其實就是磨的意思, 所以, 原理下來就是應該怎樣, 我們要用正確的態度去學習, 正確態度是怎樣, 君子薄學,首先, 很多外在,盡量爭取外在的智星, 而日三省乎幾, 三次想想自己有沒有錯, 吾日三省吾身, 為人謀而不忠苦, 與朋友不信苦, 各則勿彈改, 每日都想,自己有沒有錯, 人家叫你做事,你有沒有盡力去做, 為人謀而不忠苦, 有沒有盡力去做, 有沒有盡力去做,盡力去做, 每日都想三次,我有沒有盡力去做, 與人謀而不信苦, 答應了人的事,有沒有做不到, 外在的博學讀書, 用外在的博學, 然後不停反省,自己進行修為, 則知名而行無過矣, 這個是知識的知字,等於後來才有個日子在下面, 自己的聰明才就很明白, 心靈就很明白,而那些行為也不會有錯, 博學, 神思, 反省, 不常終日已思, 我試過不讀書,自己坐在那裡想, 不如須以之所學也, 結果又怎麼樣, 須以之一陣間, 片刻,不夠讀一陣書, 讀一陣書學回來, 為什麼呢,因為書是前人智慧之積累, 人家想了很久, 想了很久寫成書,然後第二天看他的書, 在他的書的基礎上想, 又寫成一本書, 你從頭開始想起,當然很嚴重, 你從頭想算術出來,我想你多聰明, 你都不會想到現在的數學出來, 你從算術想到代數已經很厲害, 一輩子已經想死你,當然是不夠學快, 叫你關門想一個乘數表出來,這個是很難的,如果沒有人教過你, 但有人告訴你乘數表, 你就照背,這個學當然很容易, 你發明當然很難, 這個謬論就等於是, 北京或者香港的建制派說, 民主是一出即就的嗎, 英國都發展了幾百年, 英國是發明出來的, 發明當然很難,你抄人當然很快, 人家發明了一個輪子, 可能輪子發明了幾十萬年才發明到一件事叫車輪子, 你一看車輪子回來想想, 你就會做車輪子,你又要幾十萬年去學, 是不是這樣呢,這些都是不值一半的, 講這些話的人是弱智的, 還講的是大學教授, 他就講,為什麼學是好過自己去想很多呢, 誤常,站而望意, 我試試盡自己的力量,不借他人的力量, 站而望意, 跌高腳趾, 這個是靠我自己的力量, 你跌高腳趾站, 好像穿高跟鞋一樣,你就高了四五吋, 你最厲害的高到四五吋, 不如登高之鞋見也, 為什麼我不借其他外在的力量, 站在山上看下來,看得遠, 還是你跌高腳趾去看,看得遠呢, 登高而照, 我站在山上揮手, 臂非家長也,手臂沒有家長, 但我站在山上,我借以前的人的力量, 而見者遠,見到我的人,很遠都見到, 順風而呼,我跟著風勢去喊出去, 聲非家疾也,疾即是畜, 聲音沒有加快,而聞者漲, 聽到的人就很多,我們站在高山上, 招手,我們順著風來喊, 就是假借前人的學問和思想, 而不需要自己去努力, 雖然自己也要努力,而達到很好的成果, 這個就是說,我們能夠有重大的發明, 有時候不是我們聰明,因為我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 人家之前發明了很多原理, 你在人家的原理上面再推進當然容易, 叫你想出來試試, 就是這樣, 假如馬者,非利竹也, 坐居馬的人, 是不是馬拉松的冠軍, 利竹真的行得很快, 你就是馬拉松冠軍, 靠自己的腳,我不是, 我坐馬坐車,比你快, 而至千里,不用自己去跑, 就跑到一千里,因為我是在利用身體外部的力量, 假周緝者, 如果利用周緝的力量, 緝者就是那些捉船, 那些觸幹,利用周緝, 非能水,是不是游水游得快, 不是,你游水游得快,你可以渡過維港, 你可以游泳冠軍,不是,我撐艇, 而絕江河,是橫過江河, 君子生非異也, 君子不是生出來,就和別人不同, 君子不是生出來,就是比別人好多, 有一件事為什麼會不同, 善假於物也,因為我們懂得借助, 體外的東西,這裡其實他是講,勸學來說, 我們是借助別人的智慧, 借助先人的智慧, 令自己可以得到更高的修養, 積土成山, 風雨輕現,你積土成山, 積土成山, 是以前的人的思想智慧, 一層層,一層層的堆高, 風雨輕現,那就有風雨, 因為是這樣的,風吹的雲, 一路向山,上到就下雨, 都是累積而成, 於是他就有大自然的後果, 積水成淵,這些就是我講的對句, 交龍生淵,積水, 很少,水是一滴一滴,積水是一個很深, 水池就是淵,要很生的水, 然後才可以有交龍生得,而交龍就利用人家把水累積而成, 積善成得, 而神明智得, 聖心備然, 同樣你累積這些 向善之心, 你就會自己的思想, 精神就會得到安樂, 而你就開始有了聖人之心, 我講講這句, 我很想利用來講講文采, 他是三句, 積土成山,積水成淵, 積善成德, 用前面那個, 來到,積土成山, 你覺得是不會懷疑的,積水成淵,積善成德, 於是這個變成是合理,因為你信了積土成山和積水成淵, 語句構造, 風雨輕言, 交龍生言, 煙就在後面,所以其實他的對句在下面, 三句連環句,聖心備然, 但是如果大家想想,他只是積土成山, 風雨欺言,積水成淵, 交龍生言,積善成德,聖心備然, 太過死板了, 所以插了一句,以神明治德, 德字就回應這個德字,令到文章就生硬了, 大家明不明他的結構是怎樣,這是有意的, 去破壞太過工整, 在工整之間有些不工整, 而這個不工整的德字又和德字重複了音,又工整, 所以我說信子是有相當的文采, 故不積貴步,無以至千里, 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 是累積而成的學問, 你不要嫌他少, 貴步是怎樣呢, 貴和步的分別是什麼呢, 一隻腳踏前就叫貴, 左腳踏前, 然後右腳踏前,這樣就叫一個步, 所以一個貴就是半步, 一個步就要走兩下,左腳右腳,嚴格區分是這樣, 現在當然沒有人這樣分, 不積貴步,如果你不是由一步開始走起, 無以至千里,你怎麼會去到千里這麼遠呢, 是不是, 所以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你不要嫌, 學是很艱難,很辛苦累積, 累積, 累積少累積而成, 不積少流,無以成江河, 如果不是一滴滴水滴回來, 有些細的流會滴回來, 怎麼可以成為大江大海呢, 不用聰明,不用聰明, 他後面講,你不用灰心, 最重要是努力, 最重要是有行,行心, 旗旗一躍,不能十步, 一隻最厲害的馬,千里馬, 一跳,跳不跳到一百尺呢, 跳不到一百尺,十步, 奴馬,奴馬十架, 公在不捨,一隻很差的馬,奴馬, 走十步, 就追到他,人家走一步, 智悪幾十呎,你是一隻奴馬, 你不用灰心,你跑十步, 公在不捨, 都追到他,最重要是因為你沒有放棄, 最重要是因為你沒有放棄,公在不捨, 沒有放棄, 後面那幾句,其實我講節目經常都講, 因為其實我勸學是讀全篇, 這幾句,我一輩子經常都講, 其中就是下面這幾句, 竊而捨之, 扭目不折,你鋸, 用一個東西來鋸,鋸兩下你就扔下他, 兩下你就放棄, 覺得讀書辛苦, 扭目不折,一個枯扭的目你都鋸不斷, 做人不專注,沒有毅力, 什麼都中途放棄, 就是竊而捨之, 扭目不折, 竊而捨不捨,金石可柳, 如果你是鋸繼續, 很難,鋸極都見不到功效, 但你始終不放棄, 就是金石,金和石頭, 都被你穿到, 可以被你弄穿, 竊而捨之, 竊而捨之, 扭目不折, 竊而不捨, 金石可柳, 這個是成語, 竊而不捨, 隱, 接著他就做一個對比, 這個又是一個文采示範, 這個就是幽隱的隱字, 即是, 他用兩樣東西來對比, 一樣是幽隱, 幽隱是不是, 沒有殼,沒有爪,沒有牙, 等一條軟脾脾的東西, 那條幽隱, 隱無爪牙之利, 筋骨之強, 他又沒有爪又沒有牙, 又沒有殼, 又沒有骨, 是軟的, 整條軟脾脾, 上食埃土, 下飲黃泉, 向上就吃那些植物, 那些筋,埃土, 他覺得他吃泥, 其實幽隱不會吃泥, 有些有機靈的東西, 他吃了下來, 其實幽隱是套出來的, 他就吞了一些有機靈的東西, 下飲黃泉, 接著喝地底的水, 為什麼幽隱可以這樣生存呢, 又沒有爪牙, 又沒有筋骨, 可以很舒服地生存, 上食埃土, 下飲黃泉, 用心一耳, 因為他很專心, 我不知道他怎麼知道幽隱很專心, 幽隱其實沒有東西, 我想幽隱不會看電視, 幽隱, 或者上網, 上Facebook, 幽隱比較專心, 他只賺東西吃, 以及賺水喝, 但是他對照這個就好笑, 蟹陸跪而異傲, 蟹厲害了吧, 幽隱什麼都沒有, 蟹, 跪者腳也, 傲者鉗也, 大家知道, 首先生物學上這個是錯誤, 蟹不是六隻腳, 蟹是八隻腳, 六隻腳就是蟻石, 就是昆蟲, 昆蟲全部都是六隻腳, 但是他不懂生物學, 所以其實講這些是沒有意思的, 他這個推論是完全沒有意思的, 蟹六跪而異傲, 這麼多駕山, 有八隻腳, 兩隻大鉗, 飛蛇蟹之穴, 他自己不會懂得起個鬥, 其實我看到很多蟹都自己挖個鬥, 他是要在蛇和蟹的洞裡住, 無可寄託者, 為什麼這麼厲害, 又有鶴, 又有爪, 又有鉗, 都沒有洞, 要洞到蛇蟹的穴, 用心躁也, 因為他不專心, 我不知道蟹為什麼不專心, 這些全部都是想當然, 但是整個東西, 其實由這裡對比到這裡, 引毛爪牙之利, 對蟹六跪而異傲, 筋骨之強, 蟹六跪來對六跪而異傲, 上食哀吐,下飲王泉, 對飛蛇膳之穴, 無可寄託者, 用心一也, 對用心躁也, 當然, 你們讀的節錄就到這裡為止, 你們就不用知道其他東西, 其實我講一句, 一講到生物學, 你就忍不住笑, 後面舉的例子都是忍很多生物學的東西, 其其一樣, 那些就是合理, 竊而捨之, 接著他就會說, 藤蛇無足而非, 吾鼠五跡而窮, 這些完全是沒有生物學的根據, 而且那種生物都不存在, 藤蛇無足而非, 吾鼠又五跡, 而五跡結果都是失敗的, 這些完全是搞笑, 但是這樣, 你如果這樣講, 孫子的學問的特色是什麼呢, 他是很相信, 去勤力去學習, 而學習的東西是因為以前有些聖人, 那些聖人就指了一條路給你, 你的學習就靠外在的觀感世界去吸收回來, 然後將這些學問付出實踐, 因為你站在前人的肩膊上, 所以你會進步, 簡單來講, 如果以禪宗來講, 他就是接近頓悟派, 即是你要累積, 他是猛港勤力, 專注累積繼承先人的學問, 繼承先人的學問, 而達到個人的修養, 之後就可以維持, 你就可以去教訓人民, 要人民跟你的一套來做, 要用禮去規範人民, 最後就用法去規範人民, 但是他先決條件, 就是自己成為聖人, 自己怎麼成為聖人呢, 就是有心機去讀書,去學, 吸收外在的經驗, 坦白一點來講, 簡單一點來講, 這個是一個如果以純粹字面來講, 是接近大學的事情, 所謂的內性外王, 是內在的修養, 指導你成為聖人, 然後你將這套聖人的道德思想, 去規範人民,去教化人民, 等別人去進步, 你就成為王, 所謂真正的王者, 這樣殉興的這套學問, 就是很接近大學, 所以大學中容出於大大禮記, 而勸學編大大禮記也是有的, 其實是接近同一的思維, 因為相對孟子那套, 教內省來講, 是比較遺心的, 遺心的事情其實很容易到最後, 就變成油談毛巾, 就是亂說收場,大家互相亂說, 因為他沒有一個學術上的基礎, 就是孫子這一套, 就是主張苦學, 但是苦學永遠都會失敗, 因為你叫人很勤奮, 要很勤奮,當然不扣一套, 遺悟永遠講不過遺悟, 因為你實際上去修行, 要經過萬七個步驟, 才可以很勤奮,做很辛苦,然後才遺悟, 那個不是,忽然之間就變成菩薩, 這個當然是好處, 當然是多人喜歡, 是不是, 基本上, 在這個,我批評這個, 我答應回應這個譚志同講的話, 中國二千年的政治 是不是巡政呢,我是完全否定, 二千年都沒有行巡政, 由漢武帝獨尊, 霸絕伯家獨尊漁術開始, 從來沒有人, 任何朝代, 意圖實施一套, 好像秦朝這麼嚴厲, 這麼細緻的管束行為的方法, 這麼嚴厲的管治方法, 因為那套管治方法, 在一個全中國這麼大的地方是不能實行的, 但是這個是第二個問題,這個是要需要很長的解釋, 為什麼, 我是徹底否定, 他所謂的巡政只不過是君尊神秘, 但是整套管治方法完全不是這樣的, 儒家的管治方法不是這樣的, 好了, 是不是二千年來的學問皆殉學也呢, 如果你要這樣講, 漢學是很重視徒經的, 那些詩成, 而這些詩成和殉子學派是很接近的, 我可以講, 不是在朝廷的管治學問上, 如果在學術level, 漢學是比較接近殉學的, 去到宋明清的理學是比較接近孟子的, 其實是比較接近孟子的, 當然去了清末, 朴學又回來講漢學, 又回來講漢學, 其實是越來, 因為漢朝的時候, 還是中國這種孫子這種嚴謹地讀經, 講詩成這一套, 是籠罩整個漢學, 但是漢學之後,因為我們受到佛家的影響, 就更加注重直觀, 注重內心, 注重反省,反思,這個是接近孟子, 尤其是王陽明,基本上是把佛學揉合到儒家裡面, 然後來講孟子,這些比較上唯心的學問, 就是這樣,這個是我個人的看法, 好,這節到這裡為止,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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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